BSC 2019 ICT P1A MC第18题 这题只有30个学生答对 大部分都不懂 下面有4个System Real Time System Single User System Bash Processing Distributed Processing 哪个Depends on 很依赖Network Connectivity 就是Network Connection 很依赖它的 没有它就运作不了 逐个System看 A Real Time System 即是实时系统 即是说电脑系统 是给到你Instant Responses 即是你给Input给它 它给一个Feedback 是很短时间给你一个Feedback 这个叫Real Time System 航空业、运输业 或者real系统 或者股票市场 它们全部用在Real Time System 因为那个Data 或者Feedback Update得快 会增加航空的安全 或者数据Update得快 股票市场 那些人做错决定的机会 又会小一点 你说这个 依不依赖Network的Connectivity 你又不可以说它不依赖 也不可以说它依赖得很紧要 有些关系 但我们记住Real Time System的重点 是讲的很Instant的Response 即是很快有Feedback 重点就不在Network的Connection 它可能都有用Network的 但我们先给它一下 好第二个 Single User System 即是讲明System 只有一个User用 很明显跟Network 没有太大关系 电脑只有一个人用 对不对 对着电脑就用得了 跟Network 都没有明显直接的关系 都没有讲明 很需要依赖Network Connection 因为它讲明Single User 即是重点是只有一个人用 跟着Bash Processing 应该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它的重点 或者核心的概念 就是说 你将很多User的Job 整个Bash 先存起它 跟着 将它用电脑进行处理 即是一个一个Bash去处理 所以System的重点 将Data 你一段时间把它存起 不是说立刻update 不是说要instant response 你是要存起它一段时间 跟着 譬如到月尾 要处理一堆数据 譬如印银行的月件单 一个月做一次 这个Bash 就放到电脑去处理 跟着把它印出来 所谓Bash Processing的重点 就是Bash Data不是立刻update 有delay的 电脑就有个Bash 要做工作 有东西才运作 所以跟Network的Conductivity 又没有太明显关系 好 第四个 Distributed Processing 就是所谓分布式 或者分散式处理 就是有个Job 会分散给不同的电脑 去分工合作 去进头 去Process 同一个Job 最简单一个例子 就是online game 就是网络的游戏 譬如大家一起去打大佬 很多人分工合作一起去做 譬如A、B、C、D 大家在家用自己家的电脑 就是一起去 譬如在同一个Network里面 订同一个Program 跟着一起去Achieve同一个Mission 完成同一个Job 一个Go 过程里面 每一个电脑都有分工合作 真的 每个电脑都有一个Processing 的Workload 交托给他们 所谓叫Distributed Processing 所以你问这个 跟Network Connectivity 有没有关系 非常密切有关系 还是非常依赖它 如果你没有Network 根本就做不到Distributed 即是能不能分散这个Job 给很多电脑一起做 所以这个绝对Depends onNetwork Connectivity 而这个字的意思 Distributed 那个核心精神 就是说它要分散 你分散的东西 怎样去叫大家合作呢 你一定要靠Network才行 我们凭这个字面的意思 都可以理解到它很需要Network Connection 当然我们可以说realtime都需要的 例如飞机很明显都需要Network 但核心精神的重点是realtime realtime就是它要实识 它要update一些资讯 很快有feedback 所以D的答案D 就比A更加准确